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先问一开始 焦点先来关注的就是 女研究员到底是因为 被老鼠咬了两次确诊呢 还是在实验室污染 现在还没有定论 而指挥官陈时中 在防疫记者会上 面对提问有些不耐烦 阿法 干嘛 这连我们都不知道 老鼠一只抓来看 现在还没有调查到老鼠 现在先调查人 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研究员确诊 跟老鼠有没有关系 但部长陈时中 回答时似乎有些动怒 中研院则证实 这名研究员在10月15号 被带有 伽马病毒的实验老鼠咬 一个多月后又中招 被阿法病毒的老鼠咬 外界也好奇 新冠病毒动物传人 真的有可能吗 像是恒河猴 还有食蟹猴 还有肺肺等等 这些都有感染新冠病毒 而且生病的报告 科学上其实动物传人 新冠病毒的这个可能性 一直都存在 罗一君也说 最知名的案例就是 丹麦水雕 因为传染饲养人员 大规模扑杀 另外仓鼠兔子和猪 也发生过动物传人案例 但没有特别点出传染途径 老鼠消消之 但可不能小瞧 他的门牙 一不小心就会被咬到 全是伤 我们会用手捏住他的耳后 然后转过来 然后去采取这个腹水 可是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的手套没有戴得很好 然后这里松脱了 没有捏得很紧的时候 其实老鼠是有机会转过来 去咬到我们的 毕竟不能叫老鼠 请你乖乖 只能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 但实际执行上很难落实 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防摇手套 不管带了几层被老鼠咬破 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拿来做一般实验的 通常都是无菌鼠 这回是带有新冠病毒的老鼠 咬伤了人 接连发生两次 不得不警惕 中研院确诊碍人心惶惶 那么实际到中研院 大门旁就有超商 与员工担心不少人常出入 恐怕有重叠足迹 中研院的每一个大楼 其实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在疫情之后 他们甚至有一些活动 也比较少频繁的接触到 但是有一个情况 比如说像是在我后方的 这个学生餐厅 或者是超商 他们还是可能会有 交互感染的可能 中研院爆发确诊案 员工绷紧神经 就怕曾有重叠足迹 因为团人的电力超商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 餐厅的话 我们也比较少进去 对应该还有 警报解除前不免担心 媒体人黄阳明更接获爆料 有六名中研院外包商员工 曾到该大楼换绿网 但厂商目前没有接获 任何匡列指示 而这名燃衣女子案16816 匡列了110名接触者 包括居家隔离97人 自主健康管理13人 截至12月11号下午 指挥中心记者会宣布 已裁剪的86人都是阴性 包括他的男友 陈时中不敢大意 但外界也很意外 李当伟密切接触者的男友 是阴性 是否跟疫苗有关系 的确打过疫苗也不保证 不会中标 但与染疫女子同在中研院 自主健康监测的318人中 有两人出现症状送医裁解 现在还传出有新足迹 分别在双北的茶饮店 北市已经紧急匡列员工 新北则未证实 也让中研院确诊案 持续延烧 TVB新闻 说是被实验署咬到才染疫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不认为 他说全世界新冠目前没有动物传人的实例 恐怕是实验室病毒外泄所导致 反驳外界只指前中研院助理研究员 可能被实验署咬才染疫的说法 台北市长柯文哲颁出国际案例 证明自己有所本 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的数据看起来 并没有新冠肺炎从动物传到人的案例 有问题的时候 不要忙着究责 出问题 如果摆出一副要究责的态度 大家就忙着厌昧症迹 是哪个环节有差错 北市府组成调查小组 要到中研院进行人员跟环境调查 但确诊的助理研究员 出现症状半个月跑遍双北 双北不敢掉以轻心 新北加开细致国泰社区筛检站 增加周五下午跟周六上午时段 台北则是两辆筛检车进驻中研院 分别在活动中心跟大门口 工员工和周遭居民裁检 周末也不间断 从今天开始整天作业 一直到早上下午都可以作业 名额不限制 偏偏这时本土加龄破功 各大型活动都在年末登场 除了新北欢乐耶诞城 台北登节17号登场 还有跨年晚会等亦有新增案例 随时可能喊咖 这两三天如果了 真的又出现什么不明病例 那这些活动就要下等了 又有新增的阳性课案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采集 规模缩小 如果越往下走 我们看到整个状况 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 我们必要的时候该停止 我们就会停止 但新北在超前部署 原定10号晚间在戏指举行的 民歌演唱会跟其他活动 因为疫情都喊他 装备严正一代 因应任何万一 TVBS新闻程序 黄俊为礼品 SN小组台北报道 另外还要来关注 就是中美周友邦尼加拉瓜 今天早上片面宣布 终止跟我国的外交关系 外交部之后也宣布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跟尊严 终止两国邦誼 总统表示 断交的决定涉及到了 国际政治以及两岸的情势 台湾的民主越成功 来自对岸的压力也就越大 点点头 而就在三个半小时前 我中美周友邦尼加拉瓜 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一朝我国过去习惯 就算要断交 欧方会抢先一步喊分手 这次外交部等了快40分钟 在最外发出新闻稿 表示痛心与遗憾 喊出未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 即日起终止与尼国的外交关系 更痛批尼国总统奥德加 忘顾两国人民多年休期与共情谊 瑞切似乎完全没前兆 尼国大使7号还跑到台南推销肉品 周六原定还要出席研讨会 与此同时 尼加拉瓜代表在天津与北京签署建交公报 为何会跟台湾二度断交 猫头指向尼国总统奥德加11月7号的选举 被欧美国家批评不公正 美方已经对尼国制裁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尼加拉瓜选前蔡总统曾答应贷款1亿美元 但碍于忧心违反美国制裁 最后拒绝也被怀疑是断交原因 断交的决定 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政治 以及两岸的情势 台湾的民主越成功 国际的支持越强 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越大 挺时腰板喊民主 美国国务院也发声明批评 奥德加政府的作为不能反映民意 更强调台湾是民主重要伙伴 鼓励盟友维持与台湾扩大双边接触 台湾被前友邦记齐投靠对岸 全球上演民主对抗专制 台湾卡中间 FBI新网红富华留听提议台湾报道 尼加拉瓜突然宣布跟台湾断交 使得我邦交国目前降为14个 是不是还有岌岌可危的呢 再请才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邦交国又少了一个 现在只剩下14个友邦 因为在今天的时候呢 尼加拉瓜跟我们断交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尼加拉瓜外交部长 孟卡达他的声明 声明当中就提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那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尼加拉瓜选择跟中华民国断交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 也就是建交 那么现在我们的数量 友邦数量只剩下14个 也是历史以来的新低 那么这也是总统蔡英文任内 失去的第8个友邦 现在我们的友邦 只剩下贝里斯 宏都拉斯 瓜地马拉 海地 还有三圣 以及梵蒂冈 也就是教廷等等 不过其实现在也有人分析 像是梵蒂冈 教廷 以及宏都拉斯等等 这两个地方呢 也都是在危险名单当中 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邦交国的变化历程 在李登辉总统时期啊 我们的友邦 是有达到30个国家的 不过来到了 总统陈水扁时期呢 只剩下了23个 那么在马英九时期 因为当初执行的是胡萝卜外交 所以维持得非常好 只掉了一个 当时候我们的友邦 还有22个 也就是说 在总统蔡英文任内 其实是掉最多的 那么外交部 今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也有发表声明 外交部的声明就指出了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还有尊严 我国决定 从即日开始 终止与尼加拉瓜 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 还有援助计划 并且从今天开始 就会撤离大使馆 以及技术团人员 当然外交部也表示 对整件事情 相当的遗憾 尼加拉瓜跟我断交 这也是外交部长 吴钊燮任内的 第六个断交国家 蓝营立委再抢 认为吴钊燮应该下台 我们建议维护国家尊严 我们决定从今天 12月10号开始 终止与尼加拉瓜 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回集尼加拉瓜和我断交 外交部派出发言人 欧江安录影片 那部长吴钊燮人呢 明明以往五次断交 他都会出来开记者会 吉利巴斯共和国政府 自本日正式通知我方 与我国断绝外交关系 所国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似乎比较关心自己的口袋 甚至2018年也有三次 台湾政府和萨尔瓦多 终止外交关系 布吉拉法所政府 已经正式向我们大使表示 他们将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也就是说吴钊燮当外交部长任内 断了六个邦交国 蓝营再呛该下台 只是总统人力挺吴钊燮 福方马上发声明 说应该被谴责的 是打压台湾的威权势力 不是辛苦努力的外交团队 总统认为没有请辞问题 那这算不算胃流呢 吴钊燮这回没出面 不知道他是否也有动 请思念头 今年在欧洲 甚至在其他的民主先进国家 我们都有很多失职关系的成长 只是相比吴钊燮的沉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脸书早上就发文 谴责尼加拉瓜背信忘义 也骂中共 会被民进党见缝插针 有可能又会被他们贴上 我再一次的强烈的谴责 尼加拉瓜背信忘义 朱立伦没正面回应 但或许最怕的是18号公投 绿营也能拿尼国断交正式 在喊抗中保台 TVB的新闻 黄管委 刘采薇 刘亦军 谈一路在台北 基隆报道 事实上尼加拉瓜曾两度跟台湾断交 随即跟大陆复交 而过去这段外交史再交给采薇 谁说来看到尼加拉瓜 其实已经是第二次跟我们断交了 而且都是发生在同一位总统任内 那就是这一位总统奥德加 奥德加他是在1979年首次取得政权 那么在他取得政权的时候 在1985年12月就跟中华民国第一次断交了 不过之后奥德加他失去政权 由另外一位总统担任 这个尼加拉瓜的总统 所以跟中华民国再度复交 不过之后奥德加再度取得政权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到今天早上 他决定再度跟中华民国断交 那么其实知情人士就进一步的指出了 尼加拉瓜跟台湾断交已经有迹象 为什么呢 因为尼加拉瓜在最近不断的派一些高官 还有高级的首长出席 跟中国大陆有关的视讯会议 而且明确的表达 愿意接受一中原则的协商 那么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期间 其实也有访问过尼加拉瓜 她是在2017年访问尼加拉瓜的 而且当初这一位总统奥德加 还以姐妹来称呼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所以难道真的都完全没有任何迹象吗 国民党立委就相当的生气 他就要求外交部长吴钊燮应该要为断交请辞 他认为吴钊燮完全没有管理好外交的问题 而且完全看不出任何的迹象 不过总统府就说 这完全没有应该请辞不请辞的问题 要谴责的是打压台湾外交威权的国家 而不是辛苦的外交团队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